今天我就来到了我身后这座大厦 那就是王泉云顶大厦 来这边也非常方便 前面就有的BTS 那这座大厦一栋高314米 同时有78层楼 而且最具有特色 它是有的玄通的观景天台 非常的震撼 那今天就等等我来看一下 这座大厦到底怎么样吧 这座大厦有一个橡树的原石在里面 感觉像有的石冲位移一样 非常的震撼 而且这座大厦下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大象的雕像 可以看到上面的巷头非常多 原来这座大象还有名字 那现在我们就进去这里面先买一下票吧 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油车真的是非常的多 基本上没有太多人 现在已经买好票进来了 白天的话只要1100 但如果你是晚上来的话就要花1300 因为这边的夜景的话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进来之后 它会给你免费收一张电子照片 然后就可以在四楼去 那现在就等着坐电梯上去了 可以看到这个电梯非常的到齐 可以看到这个电梯的时速非常的快 哇这是不是非常快 那你的耳朵非常的不舒服 那现在差不多一栋花了两分钟都不到 就已经上到了75楼了 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玩偶 非常的精致 这个木头呢 这个木头呢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个木头呢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外面的梅拿河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从这里往下面探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啊 真的是非常的高悟啊 真的是非常的高悟啊 这个地75层的灯像是一个展览短 都展示这些小熊 像这熊的话非常像泰伯的榴莲 对 这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欣赏这个风景真是太漂亮 基本上365全都是风景 全都是刀楼大厦 原来这就是曼徒的魅力 这一层欣赏完了 现在我们就上去一层 看一下上面有什么 我们就去上面的天通站道 看一下 因为它逮了我俩的鞋套 因为上车必须要套一下鞋套 走在这座楼梯之间的话也是非常舒服 因为旁边的风景真的是太漂亮 现在就已经走到了最上面了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像类似酒吧的一层天台 沙发地擦的很敷衍 感觉上面就像一堆酒吧 露天的酒吧 都是冷 这就是玻璃散道 OK坐在这上面欣赏一下风景 上面的风景真的是非常不错 而且可以新鲜到非常新鲜的那种气 当你欣赏累的时候你可以坐在这个黄色沙发上面来坐一下休息 那等你进入一充足的时候 然后再去欣赏一下风景 真是非常的不错 那现在就去看一下这个玻璃散道到底怎么样吧 看上去非常的恐怖啊 那现在我已经已经站到这个玻璃 站到上面 可以说非常的吓人啊 因为你可以从这边看到下面的地底 真的是非常捅刀啊 如果你有捅刀症的话 我是不建议你来的 真是非常吓人 但不如说实话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走路的话都需要小心翼翼啊 当你坐在这玻璃上面的时候 真的是体验非常不一样 感觉就相当于躺在通中一样 真的是非常吓人 真的是非常吓人 所以看到很多人都来这边跃跃欲试啊 前面在玻璃散道之上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第一次踏上这个玻璃的时候 因为你看到玻璃是垂直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多高 然后会有一点点统计 当你特服这个统计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个玻璃散道上面如鲁 那现在的话就等待曼土的夜幕降雷 然后在这边欣赏一下 这里的晚上的夜景到底怎么样吧 现在天色已经按下来 再从相机探的话还是非常的亮 可以看到一些灯啊 侧灯全部都已经打开了 现在整个天通基本上都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可以看到这里的灯光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有点灯光 没什么呢 再次去吧 有点灯光 我满花的灯光 我满花的灯光 你给你满花的灯光 我满花的灯光 你让我满花的灯光 你给你满花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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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整个大厦的全部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来这边的话就是看一下白天整个景色 然后再等到晚上了再看一下 因为白天跟晚上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还要再体验一下呢 玻璃栈道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那今天的话就先这样吧 收好紧 收好紧 收进了超级酒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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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